接着艾菲尔老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各星座的整体预设老师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自己的星座的部分 请大家参考太阳以及上升星座3月11号 3月17号的各星座运势排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两颗星的部分 两颗星在这一周天平座的朋友请你小心破财 用钱的部分特别注意了 两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金牛座是得罪小人 职场的口舌会增加 两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罗杰座的朋友请你注意身体要生病了 春天特别容易感冒特别小心 三颗星的朋友运气稍微好一点 但还是有一些风波请你注意 狮子座的朋友是准备离职工作的变动会增加 三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是处女座的朋友 小心陷入单列 一定要找正桃花 不怕不怕 三颗星的朋友还有谁呢 巨蟹座的朋友是睡眠不足 可能工作比较忙碌 来四颗星的朋友运势更好了 看看是谁 母羊座的朋友准备创业 所以母羊座的朋友要当老板 这一周可以加紧你的步伐 来双子座的朋友 四颗星是桃花上门 恋爱运势越来越旺 四颗星的朋友还要恭喜的是 双宇座的朋友 婚姻幸福 所以这一周感情是越来越加了 那么五颗星的朋友是运气更好的 首先要恭喜 水瓶座的朋友是全家和乐 那我们水瓶座的朋友 那个甜甜是上升就是水瓶座 所以全家和乐 那我单恋还有办法全家和乐 会有新的男主 就你跟你的狗就全家和乐啦 你加三口啊 对要有信心搞不好新的男主 正念正念 对好来 心就要正念 好来五颗星的朋友来 射手座的朋友天才乐透 所以值得去买一个那个彩券 来恭喜五颗星的朋友 天蝎座人才两万 钱财也有感情也顺利 来加码的部分 恭喜的是天蝎座 是最好的工作运 财运的部分 恭喜的是射手座才乐最旺 爱情非常要恭喜的是双宇座 爱情非常顺利